欢迎收听 越来越快乐 Hikers High 这是一个有关登山 践行与生活分享的 线上广播 我是Ariel 嗨嗨 我是主持人阿布 Hikers High 越来越快乐 相当适合 登山经验零的 亲手收听 老鸟在这边 也可以听到 关于山难议题 靠北山游 与向导检定的 心得分享 我们的主题 很多元很生活化 希望能以最轻松的方式 陪你度过没有办法登山的日子 让我们在山下 跟大家一起越来越快乐 原子你对桌游有热爱吗 没有 我看你眼睛发光 他很热爱桌游 我已经好一阵子了 我小时候有玩过一些 但是不算多 就有些经典 大富翁哦 大富翁 什么Avalon 或者是什么 三国沙什么鬼的 三国沙我还在玩 在大陆三国沙 我还在成立一间公司 哦对啊 我是在大陆碰到的 OK OK 那我们就进入第二个part咯 原框坑 对对对对 好第二个part 我们要来聊的就是 原职的各种撤退 因为我觉得 台湾撤退王这个称号 不能够辜负 这个称号是阿鲁跟你们讲的吗 阿鲁是谁 阿果啦 阿果 不是啊 是我在那个 名人堂听到的啊 哦名人堂听到的 哦哦哦 是你称自己吗 还是他称 他叫你台湾撤退王 最早上是阿果在那边 跟我开玩笑吧 所以他跟你感情不是很好吗 感情很好啊 可是感情话才可以开这种玩笑 也是有道理 我们聊最大的一个撤退好了 K2计划的撤退 其实我觉得 这个撤退已经不是 凡人能想象的一个等级了啦 但是我们还是想要先了解一下 就是说因为在2019年的时候 那时候其实你们怀抱的很大的梦想 然后去攀登K2 那当时 因为我听那个灭火器的歌 然后我在里面就有看到你们的片段 然后我就觉得 当时你说了一句话 你说明天早上起来一切都会不一样 你知道我就觉得 哇天哪 从头麻到脚欸 可是那那句话的脉络 其实不是 可能那个是被 真的假的 那句话脉络是 因为宫顶日是很辛苦的一件事 所以我讲那句话的意思就是 干明天早上起来的时间 我们应该会超累的 应该会 比较负面的 对对对 那句话的脉络 其实是我们在讲干话 就是干明天早上一定会很惨 就是跟现在 现在我们正在准备出发的那个 就是都知道 澎湃的心情是不一样的 对 明天早上妈的一定超累的 一定很想死这样 而且应该 那时候还是决定要无恙这样 因为无恙到那么高 应该超惨 可是我记得果果那时候说他状态很好 他状态很好 对 但是你的状态就是比较不稳定 我的状态 因为我到那么高 我的无恙能力没有他那么好 然后身体素质也没他那么好 无恙能力这种东西是在平地上训练的吗 还是说是天生的 那个有一部分天生 其实我觉得大概是这样 到八千出头 基本上都可以透过训练 你可以无恙 可以靠后天的努力 对就是你训练够的话 在八千公尺出头大部分人都可以无恙 现在上八千一定要吸氧 那个是现在商业操作出来的东西 但是关键是在八千五以上 也就是世界前五高三 基本上人体大部分人的预值 或是基因天花板 大概会在八千出头的附近 对或是八千二吧 像主要有是八千二这样子 到那个高度大部分人 透过训练都还可以无恙 这个是测量的出来的东西 不是那个就是以前的统计 基本上高度商业化之前 比如说公元两千年之前好了 爬世界前五高峰以外 就是从第六开始 大概八九成的人都是不用氧气的 八九成的登陵者都是无恙 对对以前的人来说 基本上用氧气爬那些山 并不是选项 OK 但是世界前五就是从马卡鲁开始 就是八千四百八十六 就是快接近八千五这样子 那个高度大部分 开始会有超过一半的人用氧气 然后甚至到圣母峰 圣母峰跟K2 就算是K2跟圣母峰中间只差两百多 圣母峰的无氧难度就高很多 圣母峰无氧蛮吃天分 但是八千五以下的无氧并不是 OK 然后像基本上K2已经到 就是开始吃天分的那个level这样子 所以我那时候基本上很难保证自己可以无氧 OK 那那个时候你们有决定要说好那有点不舒服 那我们吸氧好了 我那时候还在一个摆荡的过程 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刚去买马卡鲁 然后阿果他无氧马卡鲁OK这样子 所以他蛮有信心 他那时候状态他K2是可以无氧的 然后我马卡鲁是吸氧上去 对那马卡鲁有一个变数是因为我们在七千六代的四天 嗯才就是对就是因为雪霸的关系嘛 那个大福利这样子 嗯嗯嗯嗯嗯 对所以我们所以我后来 我们那时候是攻顶第二趟嘛 就是第一天出发 然后雪霸不想走撤退这样子 所以回七千六游住了一晚 像我第一天晚上状况超好的 就是七千六以上都觉得没问题 就是 你们刚刚提到说 什么叫做雪霸不想走啊 欸阿果没有讲这个 没有啊雪霸可以不想走啊 对我们请到一人废的雪霸这样子 可啊 对 有这种事情 所以他不想走了 欸阿果树里面有写啦 对反正可以大概讲一下 反正就是我们请到那个是一个新手这样子 然后他反正个人能力没有很好这样子 哦OK 对然后反正基本上我们七千六是最后营地嘛 我们从七千四的第三营到最后营地中间这一段 他就有一些状况 嗯嗯 对所以那天晚上到了七千六之后 休息一下晚上就出发 嗯嗯 他就反正他就说不想走 他觉得太危险了 他无法接受这样子 OK 等一下我们就就撒爆眼啊 你就是干这水拔罢工了这样子 嗯 因为我们原本请雪霸的用意是 攻顶日他可以当做一个备用的人力 就是如果因为我们第一次在那么高的海拔要无养这样子 嗯 那怕出状况 因为基本上在那个高度 我如果只有两个人出状况一个人是没办法救另外一个人 嗯哦OK 对就如果真的在上面突发状况到需要救援的话 一个人救不了另外一个 嗯嗯 所以我们请雪霸的用意是这样子 如果有一个人出状况还可以二对一把他设法 设法带下山 是是是 对但是没有想到雪霸先爆掉了这样子 哦OK 所以我们那天出发到七千七左右 后来又回到就是雪霸说不想走 就又回七千六 嗯 然后到隔天早上雪霸他跟他朋友自己下山 所以我们在那个高度又待了一个白天才去攻顶 哦哦 对所以我那天晚上攻顶就觉得很明显 因为在那个高度基本上身体不太会恢复 哦 嗯 就是夜阳气不够没办法做带场这样子 嗯 对所以那时候就感觉到出发的那天晚上的状况 明显比前一天差非常多这样子 所以后来我出发到没多久就决定那天吸氧气上这样子 嗯嗯 不过那时候其实是有一点 应该怎么讲 是为了登顶就觉得好还是要登顶所以要西洋这样子 但那个关系到的是更前一次我们2017年去马拉斯路 然后我们爬乌氧乌雪霸 然后我不是说前面爆掉吗 所以那天就是到七千三左右就阿果子以上 然后我车队回来这样子 然后那时候其实七千三下去的那个营地 就是我们我车队到那个营地是有氧气桶这样子 然后我其实可以选择跟攀登公司的人借面罩 然后去借氧气桶 反正夏生再给钱就好 对 然后就吸氧气再爬这样子 那时候就有点有点固执吧 就是不吸氧这样子 就算有也不要吸 对 可后来发现回来就是阿果有成功 然后我那次是撤退 心情其实有点过不太去 对阿如果是我应该会觉得很怎么讲 你说难过吗 会吗是难过吗 难过并不是他有登顶我没登顶 而是 可惜 原本没那么可惜后来是 该怎么讲 后来是很多就算是 跟我们很近的登山圈的朋友也都会问说 阿你干嘛不去吸氧气就上去这样子 嗯 所以那时候我有点对于要不要无氧这件事情有点有点疑惑 摇摆 对这也是我们想要好奇的地方 对就是那这样子好像 除了我智慧好像并没有任何人在意 我到底是不是吸氧气 对然后 反而大家其实在意的是有没有登顶 对阿你干嘛不吸氧气登顶就算了这样子 所以2017年回来的时候我对于这个事情其实有一点 有一点confused 对阿那我干嘛当初 氧气吸氧气就上去就算了 诶这个问题很有趣耶 对然后那时候我没碰过氧气 所以我并不知道说氧气吸下去差一朵大这样子 我只知道说听吸过的人讲说大概就是我自己猜测啦 就是我吸了一定能上 你知道我们现在一直在讲吸来吸去 如果只有听到这一段的不知道我们在吸什么 吸各毒这样的安非大力 吸了以后我一定是上的去 对但是那时候2017年回来对于这个有一点有点摇摆 所以2019那次就是到了宫顶的那一天 然后发现状况不好 所以我就含了不然就吸了就至少要有灯顶这样子 那时候觉得说灯顶比较重要 我讲至少有就是 证明说有站在顶上这样 对所以后来氧气吸下去就灯顶了这样子 那也证实说吸氧真的难度降低非常多 所以你那时候吸了有突然就哇爽 爽啊爽爆啊 真的假的 我暴露者第二篇是写这个就是之前我暴露者的那一篇 对啊 就是基本上原本无氧状态大概我自己在767以上是会是那种 比较很难清醒 有一点有点 香香的感觉 迷流状态 对但是氧气吸下去就瞬间就 就醒了 你就很像 哇塞 对就是 对就是 就就就就一切世界就就清明了这样子 然后无氧最大的问题 除了头脑之外另外一个是墨烧 因为你氧气不够的时候你血液只会带氧 因为血液负着带氧嘛 那血液只会供应大脑跟核心核心器官 所以血液会比较 舍弃烧了 对舍弃烧所以墨烧会没有血 那墨烧没有血的时候会有一个麻烦是 因为血同时也带体温 对所以墨烧血液不循环的时候你就 墨烧就没有血液就会很冷 你就会很容易冻伤 对然后氧气吸下去就觉得 原本血可能只到这边了 你就感觉到血 推到手指这样 你就觉得手指开始冒汗 哇塞 差非常多这样子 对 好精彩喔 所以你现在不会摇摆不定啊 你现在就觉得如果有需要就吸氧 没有没有不是 然后马甘露那天 就是我原本在乌氧在后面嘛 然后氧气吸下去 阿果就被我海放了这样子 然后三条原本说在我前面这样子 然后我就一路 原本三条鱼他们投蹲在前面超远 然后我就 一路在登顶前就追到他们这样子 对然后 我后来觉得体感上 在那时候马甘露大概八千四百多 快八千五嘛 我体感大概大概六千五而已 哇塞 就是你就觉得 精气神都很爽快 你就觉得难度怎么降低这么多 对 然后马甘露那天结束之后 我觉得这件事情怪怪的 为什么 就是 就是好像有点靠做逼得拿第一名的感觉 对 就是那好像不是你自己身体可以做到的事情 但是你靠一个外在辅助的那个 后来我最近在读到另外一个比喻 超传神 就是你骑电斧车去比还发自由车赛这样子 哦 有这种感觉 对 我完全觉得 因为这件事情阿果没有讲到 因为他从头到尾都不吸氧 对 所以说我不知道说吸氧原来差距这么大 差这么多 因为我们本来一直在想说 吸氧就像你刚刚提到的 你有没有吸氧其实在乎的只有你自己 对但是实际上是 因为对于山下 对于我们这种观众来讲 你吸氧你就吸啊 这有什么关系 但是其实那是一种对自己自我的坚持 反正我觉得不够诚实阿 对我现在听起来会觉得 因为既然差距这么大 那吸不吸就真的是我自己的事了 而登不登顶却是一个大家都看得到的事 所以说这会变成一个 我懂你在那边摇摆的那种心情 或是有点你自己有点名不服私的感觉 就是你号称你是一个八千公尺的攀登者 但是其实你在一些氧气状态底下 那个八千公尺的战对你来说大概只有六千五 对 对于吸不吸氧这件事 我刚听完我会觉得 因为你说你崇尚自由 在群山之岛鼓励大家不要害怕去探索未知 这部分我非常认同 吸不吸氧这件事 这部分我不用太坚持说要或不要 只看当下需不需要 就是变成说 如果吸了氧可以让你自己看得到 你从未看过的美景或景色 那我觉得想吸就吸吧 没有可是我后来我自己得出的结论是 这讲然后马卡路结束之后 马卡路我是吸氧气登顶 对 然后那次回来我觉得怪怪的 可是你因为吸氧看到了 你没看过景色对吧 可是我觉得那不属于我 那不属于你 对 你还是靠你的力量走上去 只是因为 那就不是我的力量 对啦你有借助氧气 但对我来说 我今天只是把我带入到你当时的情景 就是我一厢情愿的会认为说 Anyway 或许吸氧感觉起来很像作弊 但至少 我还是看到我想体验的东西 那 我觉得这样就够了 没有没有我觉得你们两个的这个出发点是不同的 可是那就不是我想体验的东西 对对对对 这就不是他想要体验的东西 因为他的目标并不是登顶这件事 并不是因为老实讲啊 登顶当然是目标 登顶是目标 但是后来就是马卡路登顶 然后那时候我还没有那么 因为重点是K2 那我前面这样讲过来 对 然后后来到了K2的时候 那时候我觉得怪怪 但是我原则上我会认为说 K2我那时候应该要 应该是要无恙 比较符合我自己对自己的要求这样子 可是K2登顶那天 我们其实状况都还不错 然后后来到8150的附近 我开始觉得就是状况又 就是又大概到我那个当下 觉得可以接受的极限 然后因为那天实在状况太好了 有点舍不得就这样回头这样子 就是我们超级早 大概半夜12点就到8150那边 快到8200啦 对然后那时候就决定好吧 那就把备用氧气带的吸上去 就是吸上去 那反正那天一定可以登订 对 然后后来8150 然后我就吸着氧气走了50公尺 然后到了8200 然后就是你们看到的 K2撤退的那个画面这样子 所以我就干只吸了氧气吸了50 然后就撤退了这样子 那时候觉得超不值的这样子 对 对 反正我现在大概知道说 现在的生理状况 无氧大概到8200没问题 嗯 所以大概知道自己界限在哪边这样子 对然后 我大概是K2那天撤退回来 才决定说以后就 基本上我不会去吸氧气子做这件事情 OK 对 大概就决定 因为第二次体验到就是 原本已经开始很ㄎㄧㄤ了 然后就跟吸毒一样这样子 对我不知道是吸毒 但是就是有点像 或是你可以想像 开车开到很累 然后灌一灌红牛的感觉 就是突然间醒了这样子 然后就觉得 干这根本就是在吸毒吧 对我觉得这个意志力我很佩服耶 这意志力来自于说 呃原子他有吸过氧气 他知道吸氧的美好之处 但他只吸了两次 就成功戒毒 而不能说戒毒了 就戒氧 后来 后来觉得就是这不是我要的东西 就是第二次这样子 K2撤退的那天 那个当下 回来想了之后就觉得 嗯这就不是我要的 嗯嗯 这真的跟每个人要的东西不一样有关耶 所以有一个延伸问题我想问就是 即使呃不吸氧 而让你丧失掉去看很多高山的机会 你觉得这个舍弃是值得的 对 好 因为对我来说就是 就算靠的氧气去登顶 那个那个那个感觉是怅然若失的啦 就是那个我觉得那个那个东西不是属于我自己的 那我觉得我的选择会跟原子不一样 如果我可以靠的氧气看没看过美景 呃我现在的我我会觉得我会想吸氧上去看 嗯 每个人选择的确不一样 OK 对 那你呢Ariel 我会希望我跟原子一样 就是无氧 但是我的原因是因为我会觉得 我在8500跟我在8700跟我在8800已经差不多了 对我来讲啦 因为我从其实我没到过那么高 我没办法想想 嗯 但是对我来讲 我会觉得宫顶不是很重要欸 我会觉得 我不会因为我到了8800 我看到的世界就跟8500不一样 我会觉得就是这样 OK 但是我真正的体验是在那过程之间 对啊 但我觉得每个人 我刚想的一个比喻是这样 就是如果 我很喜欢一个女生 对 欸你现在有女朋友吧 我有女朋友 就是假设 对对其实我觉得追求某一个山顶 或者是你想爱上某一座山 你想去爬她那个感觉 跟 跟恋爱感之类似的 嗯 对因为很多人会说 为什么要爬那座山 妈的我就喜欢这样子 嗯 对就是我就是 我就是觉得她很想去 很想去爬她 那这个跟 我觉得跟恋爱感是类似的 但如果你喜欢一个一个女生 然后当然就是去追她嘛 对 那你靠自己的努力去追到她 那那个就是 对 那那个就是真的 嗯 但你不会去去迷奸她 哦 那这个对 就你懂意思吗 我们现在是那个登山类型节目 对对对 YouTube又要把我那个变成18镜 这样 不会啦 才出现一次而已 不会不会不会 有点类似这种 嗯 嗯 这种心情 OK 欸那这样K2的撤退讲完了 这才第一个撤退 K2的撤退 还没讲完对不对 啊 还没讲完啊 来来继续继续继续 刚刚原本是要问什么 反正基本上就是到了 那边 那重点 其实那个撤退没什么太大的悬念 大家都觉得悬念很大 但是那个状态其实是 很理智在判断 你说当时撤退 那个我有听到阿果说 你们就是在帐篷里面 就雪框不好 在上面的时候是雪框不好嘛 你就下来 嗯 对那 回到帐篷就是你要不要再冲一次的问题 基本上我觉得是理性分析欸 当时决定不要再冲一次的是谁啊 我 那你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呢 因为我觉得 那个当下本来整个营地的人 就是大概都觉得说 后面应该没机会了 那一年的雪框其实是 蛮超乎寻常的 因为太热的关系 太热然后天气太好 所以雪没办法凝固这样子 所以上面基本上 一直都是很松的那种 深雪这样子 那那个雪崩风气很高 对所以上面会测也是因为雪崩风险才高的关系 嗯嗯嗯嗯 对那后我们 评估基本上 后面整个气象预报大概都是那样子 所以我们评估雪框没有变的机会 那要再拼一次的 所以基本上那时候原本 其他的队伍都打包撤退了这样子 然后我们比较晚个一两天 那为什么会有人在冲 是因为有另外一对叫就是他们 那一对叫做Project Possible 他是一个叫做NIMS的一个尼泊尔人 他主导的一个计划 就是他们要一年爬完14座8千 哇哦 嗯对就是 后来有成功啊 有成功 哇哦酷哦 对然后他们那时候就说消息就是他们要他们爬完其他座了 他们要来K2这样子 所以他们反正他们一定会上嘛 那就会有人觉得说那既然他们在上那 表示是不是还有机会 对 但是我就觉得那个东西有一点 有点一厢情愿的感觉 对那时候的我来说 就是以我们那时候 不够理智 对就觉得 我们那时候判断基本上就是你要再上一次可以 但是就是你得再去赌一次 那样子的雪框会不会雪崩 嗯嗯嗯对 那我们基本上我们不想做赌博这件事情 嗯嗯嗯对 所以我们 反正跟后来真的因为有机会吧 有机会你就觉得说 那是不是要再放弃这个机会 因为那个机会看起来还是存在的 嗯嗯嗯 所以会有那个挣扎感 就是那但是这个机会看起来又是 不太理智这件事情 所以后来 反正大概挣扎了蛮久的 后来就决定还是觉得不要上去 那你现在回想起来 是觉得当初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还是会觉得当时有点太保守 嗯 如果以结果论来说当时太保守 因为有人成功了 而且结果论是后来 我们回到基地赢的那几天 上面的风数超大 但我们当下不知道 但是上面吹高空风的时候 是把那些没有凝结的很稳固的雪全部吹光 噢 但说老实话 我敢打赌 当下决定要冲的那群人 没有人想得到这件事情 他们都是上去 哦賺到了 賭賭看了 對但是對他們賭對了這樣子 嗯對 當下沒有任何人 就是就算決定要衝那些人 都沒有人用這個理由去 那時候潘德公司他們遊說我們 也去再衝一波他們的理由很荒唐這樣子 他們說我們就問他說 上面的雪崩風險無法消除 那你們怎麼看待這件事情 他們說雪崩沒關係啊 我們固定是架著雪崩衝下來給他衝這樣 什麼東西啊 我想說你們很瘋了吧 對啊我跟阿國那時候聽到覺得 幹你們是怎樣 就是在在呼我們吧 所以連他們基本上決定要爬的人 都沒辦法決定 就沒辦法知道上面的狀況 對就只是賭模 那只是賭對了這樣 那我們其實就是 我們撤退流就是不想再賭一次 嗯哼哼哼 所以如果現在回想 用結果論來看我們賭錯 但是如果回到當下給我們一樣的資訊 我覺得還是會做出一樣的判斷 對應該是這樣子 因為你每次判斷一定都是有一個 很明確的方式去做判斷 所以應該再一次還是一樣的 那我們倒是不會後悔 那時候做出這個判斷 嗯嗯 我覺得就是對 並不會有這種情況 那你要再去一次嗎 這現在是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阿國他今天也會再去 對 那為什麼我選擇不再去 是因為我覺得我的身體還沒辦法無養 怕可以吐 我大概知道我現在的身體狀況大概是 那我連起來了 所以你不是不去 而是因為你從頭到尾 從有氧到無氧到有氧 然後無氧 就是說你在這個游移的過程當中 你決定了要無氧 所以說你才判斷了現在這個階段 你還沒辦法去 對我沒辦法再去可以吐這樣子 那如果有一天我覺得 我判斷我身體是可以無氧可以吐 那我應該我會想再去把它再去支持看這樣子 哦原來如此 嗯 OK 好K2的故事 那呃這麼多的撤退經驗 你有哪一次的撤退 對你來說最懊悔或糾結 懊悔或糾結喔 那是很小時候的事情 可以啊可以啊 那次是大二還大三 反正某一年暑假我去四川那邊 蜘蛛旅行爬山這樣子 哦OK 對就是 對就是打工藝學棋 然後我有鎖定幾座那邊的 五千多公尺的山去爬這樣子 對然後 那幾座不同的方式啊 然後其中有一座要學保頂 我是讀攀這樣子 對然後 那可能是我第一次讀攀比較 就是有一點難度的山這樣子 那現在看來當然是應該是蠻簡單的 但是那個時候對我來說是 心智上是沒有碰觸過的地方這樣 所以那時候我就自己走 然後我爬到 從基地零出發 然後爬到第一影過後 然後有一段 還沒有到真正難關的地方 是一段碎石波的很堵這樣子 然後我不知道我怎麼就被自己嚇到了 就是覺得 幹好危險喔 然後就決定不完這樣 我覺得這跟讀攀應該有關吧 有關就是那個心情壓力很大 然後我後來回頭 下次回到基地零當天晚上 我想一下我那時候就覺得說 我到底在發什麼 對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在發什麼 然後那個當下其實會覺得好像撤退的太輕易了 對就是我後來回想就是從恐懼裡面回過神來 然後反正已經走回去了 然後時間可能也不夠再往上這樣 因為後來還有別的計劃 別的行程 對所以那次就是很莫名其妙的就是明明沒有幹嘛 但就覺得被一種莫名其妙的危險給嚇到了這樣子 那是覺得很可惜 對所以後來這其實牽涉到 我對於爬山這件事情的一個 一個該怎麼講認知 就是嚴肅的爬山其實是一個 不斷把自己的心智的舒適圈推到物理的舒適圈 平行的一個過程這樣子 對就是像對我自己來說 對另外一些人可能會是另外一個取經 我大概在講 但對我自己來說 我自己算是比較膽小的人 所以我的心智上會常常會很早的踩煞車 對然後對我來說 如何讓自己的心智 強迫他再往前Push一步 或是Push兩步不知道 對就是到那個我撤退不會遺憾的點 那個是我爬山過程很重要的功課 對 所以說像這一次你們拍那個計時片啊 就是那個群山之島嘛 那你也是選擇了撤退 對 那個就跟我自己考的沒有 那個就是我 對因為家人的關係嗎 對主要是我覺得以我媽 跟還有劇組啦 因為劇組比較沒有學弟經驗 嗯哼 對所以我會覺得以我媽跟劇組 那個時候的狀態 過蘇米達會有危險這樣子 會有風險啊 應該不是沒有到危險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第一個風險會蠻高的 那如果要降低風險你就得每一段都開神 讓他們做簡單的確保 但是那會太花時間 那我會評估飲量的速度基本上應該中間就會磨黑破這樣子的 應該會蠻慘的 就是那那個最後衍生出來的衍生風險就會很多 嗯嗯嗯 所以後來才決定撤退 那個其實還蠻理智的 就是並沒有 並不是什麼過度恐懼 就是我覺得那樣子就不要這樣子 欸可是當時你在提出說要撤退的時候 劇組他們就欣然接受寫 哦耶回家這樣 哦沒有沒拍出來導演很崩潰好不好 有他有拍出一段就是他很崩潰 可是他崩潰的點是因為他覺得片子怎麼辦吧 對啊對啊 因為原本設定的故事是我要帶我媽從聖靈線走回雪山 那個是因為雪山是我第一座第一座高山 也是我媽第一座高山 所以哦 對所以為什麼選聖靈線 然後從大巴走回去 是因為就是對我來說那邊是我的起點 然後所以跟我跟我媽一起沿著聖靈線走回那個起點 是有意義的事情 嗯嗯 所以原本的故事線應該是那樣子 對結果幹故事線拍到一半然後 哈哈哈哈 然後那時候他們應該有些資金缺口啦 所以沒辦法再衝一次 對不可能再衝一次 所以導演壓力超大 嗯 他就覺得啊幹 你把公司都破產了這樣 大概是這種壓力 哈哈哈哈 可是我覺得很好看耶 就是有撤退才好看啊 後來是反正他們設法把就是 那既然故事這樣子發展 他們就設法把這個故事說好這樣子 但是那個基本上完全是在 故事線之外的劇情 啊哼 對 那我接下來會問一個比較尖銳的問題 那如果你覺得不好回答 不回答也沒關係 對 就是大家會說撤退需要勇氣 你覺得這句話很屁 嗯 那接下來尖銳的部分在於 詹哥 詹維雄有說 呃他在你的那一集 嗯 他有說出發即是成功 撤退是一種光榮的字眼 嗯 那你會同意詹哥的說法嗎 出發就算成功了 呃然後撤退算是一種光榮字眼 我覺得看用什麼角度來看這個 這這句這句命題耶 嗯 出發就是在成功是在你 作為一個向外探索的人的角度來看 就是如果你 你出發了 那你就 如果你是一個 該怎麼講 他已經打破你的舒適圈了 對 或是獲取新經驗的過程裡面的話 嗯 那的確 某程度上這個就是一種突破 OK 一種新的經驗 那你要說這是成功嗎 這我如果說精準一點 我會認為這個是一部分的成功 一個那種突破 嗯 對 或是換另外一個角度來講 就是撤退與否 並不是零或一的分別 就就算你撤退了 你還是會留下一些什麼東西 嗯 是對你生命一個新的 或者是更 更充實更飽滿的經驗這樣子 對 但不可否認成功跟失敗 基本上是一個零跟一的二分法 嗯 但我比較傾向的是 這中間會有一些東西 就是你就算撤退了 也並不是零分嘛 嗯 你還是會有一些新的經驗這樣子 那以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詹柯這句話是沒有錯 但是另外一個他沒說出來就是 你撤退了 那你從 假設你撤退 對我來說 就得到六十分的經驗好了 對 那那個六十到一百的中間 其實就因為你撤退而丟失掉這樣子 嗯 對 所以基本上撤退並不是一個 完全沒有失去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應該 並不能用成功跟失敗這種零跟一的角度來看 嗯 是一個中間的點這樣子 那你覺得撤退需要勇氣這句話 你覺得是幹話的點 他的點在哪邊 他也不是幹話 我覺得撤退需要勇氣是 在美化撤退這件事情 我也覺得耶 其實我也覺得 啊哈 就是該撤退就撤 沒有什麼 因為你說撤退需要勇氣 撤退需要勇氣的脈絡點我覺得是 我覺得那個在早年的登山也許適用 欸為什麼 因為在那個年代比如說像以我知道90年代初期的前輩 他們出去登山是拿了非常多的可能企業贊助之類的 那那個對贊助者的責任對那個世代的人來說是 三大 對 搞不好甚至是也許寧願可能會死了 對你也不能辜負人家期待這樣子 嗯 對 所以那個年代的前輩來說我認我猜測啦 因為我並不是他們那個年代 但是我看一些那個年代的技術或者是書之類的 像高明和好了他96年聖母峰就算呃一個隊員先散難了 他還是會覺得說 要繼續 要繼續 因為為了就是在不管是在台灣期待著他們的那些 嗯 對或者是他自己的使命好了 但那個使命一定是 外在的 對我覺得有一部分是外在的 那他還是得繼續完成這個任務這樣子 他們會用任務這件事情來講 任務其實就是一個外在教育他們的東西 在那個前提下 撤退也許需要一些勇氣 但是那個勇氣是承受 失敗跟屈辱感的勇氣 嗯 對 對我來說是這樣 但對我們這個世代的單三者來說 撤退就撤退啊 同時這個世代的氛圍 像比如說K2Project好了 我們選擇不繼續 也會有這個考量就是 那我們這些贊助者們到底期待什麼東西 那後來我們 其實講到一個一句話就是可以講得蠻清楚的 就是我們的贊助者一定也不希望看我們死在山上 嗯 對啊 所以大家贊助我們並不是讓我們去送死的 沒錯 對 那想清楚這一點 換位思考吧 我今天去贊助另外一個人去爬山 我們一定不希望他過度拼命而死在山上 沒錯沒錯 所以重點是我們要對我們自己的生命做理性 然後負責的判斷 那這個時候 如果當下我們這個判斷是我們盡力了 那或是外在環境不允許的話 那撤退本身沒什麼 就是一個理性的判斷而已 嗯 對 所以我覺得勇不勇氣其實在不同的脈絡底下 對 但是如果無條件的把任何撤退都灌上 撤退需要勇氣 我覺得就有點太 不能說屁話或怎樣 我覺得太上位了一點 或是太 有點太濫情了一點 基本上 對 好就謝謝原職的說明 因為明明也感覺得到 其實我是比較相信撤退需要勇氣這句話 所以當 呃 不能說相信 看到當然 你要撤退你要跟隊友講 為什麼要撤退 因為有些隊友一定 體能狀況好 他們想攻頂啊 嗯 當你是領隊的時候 你要考量是全隊 而不是個人 那就會覺得 欸我會很帶入那些體力好的隊員說 對啊 我要辜負他們 我要去deny 我要去帶他們下山 就是我無法帶著全隊上山 那這個我就覺得 但我覺得如果換另外一個角度思考 因為其實 從我小時候受的教育來說 說好了一個登山的團隊 嗯 一直都應該以最弱者為思考的基準點 是沒錯啦 對啊 所以你剛剛 你剛剛思考的基準點是 以那些有體力的人的角度來思考 嗯 但是以我自己來看 團隊裡面體力狀態好的人 其實應該是為了比他弱的人去 啊沒錯沒錯 去想 我也是抱這個想法 對那弱的人怎麼辦 如果你要去登頂 那弱的人怎麼辦 對啊怎麼辦 因為就是會有點懊悔 笨重懊悔 因為就會覺得啊 自己開了這個隊 沒有辦法帶全隊去上山 然後 嗯 就會覺得 當時的自己就會覺得 啊這撤退是個失敗的舉動 我會把他聯想在一起 但當然現在我不會這樣想啦 但但還在小朋友 還在小時候的時候 就會覺得啊 會覺得撤退 這的確需要一些 不同層面上拒絕的勇氣 那個拒絕 對你剛剛這樣講 讓我聯想 對啊那就是外部啦 一個外部對你的期待 或者是一個任務感 那種感覺 對 那我現在也被你說服了 對 就是 撤退 其實 需要更多的是科學上 理性上的一些分析啦 不要掺杂太多的情感在裡面 這樣會影響判斷 好那我們第二 可以這樣說嗎 我覺得可以欸 OK好 某程度上可以 應該可以 我覺得我們今天這一集 整個脫稿演出 然後 覺得很棒啊 無限脫稿 對就 感謝 算是撤退界達人嗎 我跟你講 對撤退界的那個王者 我跟你講 接下來我跟你講第三集更精彩 我還有更勁爆的想問 什麼還有第三怕 真的還有第三怕 來來來來來 OK第二個部分就 謝謝原質跟我們分享他眾多各種撤退經驗 嗯很棒很棒 還有一些心路歷程啦 我覺得 學到這一些想法 應該不是說學 應該說 能夠接收到這種不一樣的想法 對於各位聽眾 欸你們在爬山來講啊等等 我覺得都會是一個很有感覺的啟發 也許你也可以想想你在登山的時候 你判斷風險的方式 嗯我覺得最重要就是要用自己的方法去爬山 嗯像剛剛我們有討論到我們三個人對於 要不要吸氧氣登頂這件事有不同的看法 那其實這都沒有對錯 看你要做什麼樣的選擇 然後去承擔這個選擇後面的後果 然後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我覺得剛剛原 想清楚了 對對對 我覺得這點是需要大家去去想的 就我們其實講都不是答案 我們講的只是都是一個個人感受 那答案的部分 就要靠問你自己 對 好那就先跟各位聽眾說拜拜囉 拜拜 欸我們可以聊珍珊嗎 可以啊 哇好期待喔 等一下 那你後面你問了嗎 原來也快樂